身體的毒素到底藏在哪裡 中醫可以教我們 我們從外表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有的毒素都會藏在我們身體裡面 但是我們身體分作五大脹腑 那五大脹腑就是乾心皮肺腎 那我們又說乾膽 肺大腸這樣相對應 那當然每個脹腑有每個脹腑的特色 那主要是跟中醫的脹象學說有關 那如果是乾的話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的指甲表面會有凸起的線 但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齡以後 就是他大概60歲70歲以後 指甲的表面會退化 怎麼樣叫凸起的線 我這裡不是 你有凸起的線 這個不是 這個是黑色的色素 凸起的線是不平滑 我們年輕人可能指甲面是平滑的 但是如果說有毒素沉澱的話 它這個指甲是不平滑 它會有凹凸不平的線 那你看一下那個研醫師 研醫師啊 研醫師的 他讀物專家應該沒有吧 研醫師都沒有 都沒有讀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讀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看另外一位 這叫看老師 看老師有沒有 也是很好 也是很漂亮 也都沒有耶 難怪有保養有差 他那個有一個曲線 會凸出來 那當然就是說指甲表面 因為肝組金 肝組爪甲 所以剛剛講中醫的帳相學說 那另外就是肝經的巡行呢 會跟金錢的乳房腸痛有一點關聯喔 那這個也跟什麼 痛經有關喔 那肝呢 他喜歡這個所謂的舒暢 不喜歡 猶豫 當然我們是說 肝呢如果說弄傷肝 那肝如果被壓抑 肝氣被壓抑的話 那就也是鬱鬱不歡 那口苦兇悶的特徵 所以金錢的乳葬 或者是縫經的情形 都是屬於肝臟有補的部分 所以就可以從指甲看得出來啦 就是說它凸起來一小塊 在這邊 還有那個月牙比較少 月牙比較少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的十個指頭裡面 大概要有大於四個以上的月牙 假如小於三個 那我們要小心 好 那另外就是 肝我們照這樣來講 對 心的話就是我們心開竅於蛇 心開竅於舌頭 舌頭如果說有潰瘍 或者舌尖有很多的紅頂 那代表肝火或心火太旺 主要是如果是舌肉的話 當然是肝 如果是舌尖的話 是代表是性 如果舌頭有潰瘍 潰瘍 或者有紅頂 那搭配這些症狀就是 會心悸 失眠 過夢 就心火旺 那另外胸悶胸痛 這個心跟我們的心血管有關 那另外就是會長青春痘 如果額頭長青春痘的話 也可能是心這邊有多數比較高 所以心的話它當然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點心情不好 心情也鬱悶 也鬱悶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皮 就講皮了 皮的話 皮胃不好的話 一個食慾不振 食慾不振的話 我們四肢會沉重 所以皮主四肢 如果身體非常的疲累 四肢非常沉重的話 那這個是跟皮有密切的關聯 而且吃很少還會變胖 對 失氣重了 水分代謝不好 所以像那個所謂的代謝症候群 那腸胃功能不正常 有時候所謂的大腸肌躁 或者腹瀉或者便秘會口臭 那我們都皮濕的人多痰 那這種體質的人 也會變得比較胖一點 是是是 那因為肺呢 肺主皮毛了 當我們皮膚比較出現乾燥 還有便秘的情況 還有便秘 對 也比較容易 這個所謂的這個 比較傷悲 我們如果說以所謂的 武神的話 情緒的話 我們如果比較哀傷的話 都是屬於肺氣比較不足 但容易感冒 因為我們的免疫力 也會降低 是是是是 那怎麼樣看出腎是毒素很高的 那如果說腎那個 阿閣沒想 腎它主要是腎組水嘛 水腫 那這位水腫 那小便泡沫多 腰痠背痛 還有這個竹根痛 腳根痛 因為我們的竹呢 就是我們那個 湧泉瀉竹根的位置 那精量變少 那精澀比較暗 男子的那個性功能 減退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男子下巴長青春痘 他可能 就是火氣比較大 火氣比較大 然後也可能有性欲下降 精蟲減少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的這個臉部的話 它跟我們的 馬上反映出來 比如我們這個 三根是青 那兩頰是肝 那下巴是腎 那肺部跟頭部的話 是屬於這個心跟肺 接下來陳希要教我們是中醫的 八窩排毒法 我們哪八窩 腋下 手肘 還有腹骨溝 跟我們剛剛講的地方差不多 還有我們的漆果 對 膝蓋後窩 那這個八窩裡面 也是跟淋巴跟血液行為有關 尤其跟靜脈回流有關 那在八窩裡面呢 第一個我們講所謂的 鴿子窩的腋下窩 那我們要拍打呢 就可以達到改善循環 而解圖的作用 這是老祖宗的智慧 那因為在這個地方拍打 當然你可以用一些工具 我們用萬能的雙手握拳以後 把它來敲擊 如果是我的話我是不會 因為這個指揮棒是我的 我看診的道具 但是只要這個質量很輕 但是握起來還滿舒服的 我在看診的時候就比 你這個肩膀痛 你的腰痛 這個是我看診的道具 那如果說我們八窩牌的話 這個我們用我們的 個子窩 腋下窩的話 我們就直接頂它 頂住它 用一個硬的來頂它 頂36下 主要是針對心臟肝臟的 血液循環 就是說我們如果有新的毒或 肝的毒 剛才我們在前半段裡面有談到 如果像我們有 像青春痘 或者我們舌尖 我們的比較紅 或者我們抑鬱心肌 就可以用這樣 那肝的話像肝斑 或者像我們一些便秘的問題 就會用心肝的部分就抑鬱 那我們沒有那支指揮棒的話 我們會用齒嗎 用齒可以啦 也可以啦 還是你這個 這個也可以啦 但你比較軟一點 這剛好 但是萬用雙手也可以啦 萬用雙手也可以啦 那要很用力拍打嗎 會痛耶 頂它有點雙毛炸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腰下窩 我們的軸窩 軸窩這個跟手胎肺經有關啦 所以如果像我們感冒啦 或者破滅性鼻炎 這個經絡的關係 或者臉部的一些問題 那我會用這個 那我們直接來拍打 拍打 對 有絕力的按摩拍打 直接打到它一個錯 我覺得這個還滿好的耶 因為平常我們用手機 這邊是滿酸的 對 滿酸的 像網球軸啦 對… 順便拍一拍 這個都有 好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腹骨 對 腹骨其實也可以用 這邊拍打的方式 這邊拍打應該很痛吧 那你可以用這個 來頂它 我來頂它 天啊 那主要是 剛剛跟我們這個 Heewe講的應該是 改善我們的腹腔裡面 尤其像女性朋友的 像骨盆腔花炎 或者腹科疼痛 就還是像男生的攝護腺 男生攝護腺問題也可以改善 改善我們身體的 男女的性功能 不可能還是要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淋巴結的部分 都不能很大力的去壓 所以這些輕措 不要以為是很用力這樣大力措 我遇過有病人回家 就是用力大力措 結果腫成小饅頭 他說哇 我是不是得癌症了 不是 你只是過度刺激它了 太大力 不要動到瘀血了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 膝蓋的七果 這個七果就是一個肉 在一個國家的果 七果 那七果的話 當然我們用手槌也可以 但是實際上也是比較不容易 我常常按摩的時候 這邊都超痛 萬用的指揮棒 這樣來打 這樣來打 主要也可以改善我們膀胱精 因為我們的膀胱精 從我們頭部背後過來 延伸到下背 所以腰痛 背痛 坐骨神經痛 還有腎氣不足 水腫 一次拍打就是36下 這是我們腦祖宗的智慧 我們可以來做做看 一次拍打36下 對 一個部位就36下 一個部位36下 不能偷懶 每天要拍一拍 才能夠達到它的效果 因為你只要拍打 大概超過五天到七天以上 就可以看到明顯的效果 哇